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可不错 阿个六 现场编导白教你们了 一句都没用上 挺好 听书开心是吧 开心 听像呢 开心 听戏呢 开心 行 就这三样就行了 别的我也不会了 多好玩啊 干惯了这个时候再给村长都不换 村长不跟我换 我估计啊 以后越老了 可能说书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上岁数了 到八十岁了 余老师得跳大舞去吧 我有时候也要看看手机上人那个老头老胎怎么跳舞那个 还有人说这不应该那样跳舞 害他高兴就好 是吧 我看那个都啃 上下翻飞是吧 穿肩板蹦起来接住了 我真怕掉地下啊 一夸一下碎了 可怎么弄这玩 但是都挺高兴 活动活动呗啊 这也不坑谁不害谁的 怕什么了 我来不了 我害死好 我估计于老师那会儿行 叼个眼卷烫一脑袋卷 倩哥是个好玩的人啊 他竟是包袱 他那会儿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其实就不怎么说笑 他那会儿就演电视剧啊 什么演小品 敢这么 觉得说笑没意思了 后来我们就遇见了 就才又开始从事这个工作 他演戏那会儿也挺好玩的 然后游泳去 在游泳池那坐着 那会儿已经小有名气了 电视台老有他游泳去 坐池那歇着 来小朋友 叔叔叔叔 你是演电影的吗 小孩看着眼熟 好好好 小孩挺高兴 一会儿不是他跑过来 叔叔叔 你是演电视剧那个吧 是吧 啊 是是 一会儿小孩 叔叔叔 你是不是演电视的 是啊 是是 好 小孩走了 一会儿咋老远跑来 叔叔叔 你是演猪魔戒那个吧 你看跟倩哥这一晃这么些年来 你们哥俩没红过脸 没矫情过 为什么呢 聪明人之间呢 不会因为这个什么小事 俩人互相怎样怎样 不用 都能提前就站在对方的角度 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 这么些年来很愉快 除了眼分喝完他喝多了 是吧 我这个人其实挺个性的 我也没什么太多的朋友 有时候他们出去喝酒 就老劝他们 没有意义 喝完酒没有用 互相坐这块互相鼓励 互相捧 那多耽误功夫 糖活不好吗 是吧 但是也有人说 这大伙乐呵乐呵呗 我想着也挺对的 但是我就差着 我有点个性 你看我觉得千哥好 我们就能好一辈子 那说相有的那个 我看你眼我就知道这个 我就不爱搭理他 这叫得罪人嘛 有时敬热 当然这话说出来 可能人家听起来会觉得不解 国家刚才人怎么那么讨厌 请原谅吧 我努力 我努力 估计也不好改了 上文书咱们说到 忘了 我也忘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再聊 不能再聊了 对不起优酷了 这个有个叫马成的 到了个赤兔猴 这也不愿人家报事 没记住 说反了 赤兔马猴成 他来个马成赤兔猴 他这一说 来人了 这人叫马成 偷了吕布的赤兔猴 给您送来了 曹子一愣 曹子说 这个我没猜着 您再说一个 他以为是偷了吕布的宠物 给我送来了 我要个猴干嘛呀 不是不是 我说错了 人家猴成 偷了吕布的赤兔马 曹子高兴 这就成功一半了 伟大将者没有这个胯下马 如同损去了双足 太棒了 好 带他进来 是 功势不大 有打外边 把这猴成叫进来了 进来之后撩一声跪刀 小人猴成 参见曹丞相 哈哈哈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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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子这样好 跟谁都客气 列位您记住了 他为什么成事 他跟这有关系 他哪怕之后 他会找人杀了你 也让你这会儿过得去 他不像有的人 他非得皮儿拉嘴 这个没有办法 人跟人想的不一样 你看在吕布那 吕布一天到晚 不给人好脸子 人家给你打工心情也不舒畅 曹子这点特别好 快起来去了 哈哈哈哈 坐坐坐坐坐 还给一坐 喉成 喉成 差点没说错了 喉成 是 喉成很感动 为什么呢 在吕布那 没受过这个 当时心里暖乎乎的 你看我这么些年来 我从小 我打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像上 八九年开始唱戏 就我这半辈子所接触下来 我见到我们这个行业内部 不管是说书的 说像是唱戏的 就是熬到顶峰的老艺术家 最大特点就是让你过得去 一个八十来岁唱戏的老头 多里多梳的 兄弟 你挺好的 其实我这管他叫爷爷 他这个态度 哎呦 这你最起码你热乎 就怕这个还没红 干过点粉不筋的 哎 往橘黄色过度的那个 老子怎么不认识我 为什么不崇拜我 这就是一个过程 熬到那个份上就好办了 聊聊吧 怎么回事 哼 喉成很感动 就把我之前这两回书说了一遍 当然他没有跟曹子说来一个来一个 因为书不赘言 我不能来回叨叨这个 你查馆可以 在时间多默分会又说一遍 这个没有必要 凡把事说完了 先如今 我已经把他的赤兔马倒来了 就在外边 另外 宋将军魏将军 我们都说好了 宋献魏旭 以为内应 他们会见机而坐 什么时候城里白旗一晃 就说明他们得手了 到时候请曹丞相请您发兵 拿下了夏匹城 指日可待 辛苦啊 辛苦啊 曹子站起来走到跟前 拍拍喉成的肩膀 就这两下 各位不要小看 心里边一股子暖流 这是什么身份 人家拿我不当外人 对曹子来说这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所以好多有身份的人欠缺就在这 这个没有本钱啊 挺好的 兄弟 这不就得了吗 他感激你一辈子 关键时刻他才能用得上 看看马吧 好嘞 这出来了 你看在门口拴着了 吕布的马不用说天下文明啊 吕布老说我有三宝 画下马长中方天己 头上这束发金棍 现在已经一宝出来了 他现在叫吕二宝 可不就是嘛 好好好 吩咐人把马带过去 又大大的鼓励了喉成 留在这儿你放心 等这场仗完事之后 回得许多奏明天子 比喻封商 其实封他官给他什么奖励 哪用得了 跟皇上说呀 连曹操都用不了 就是跟你客气客气 让你高兴 这儿都安顿好了 接下来就等着城里边了 城里边吕布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呢 但这玩意也瞒不住啊 坐在屋里边跟自个儿生闷气 前些日子呢 就是喝酒看演出 喝酒是自己跟着 滋滋滋滋滋喝着高兴 演出呢是貂蝉给他唱歌跳舞 这两天呢 把这个文演出算是给掐了 因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酒呢 也不好意思喝 自个儿坐在屋生闷气更坏 更坏 你要是这个生气的人分几种 有一种就是那个心窄 心窄的人不能生气 心本来就窄 事看不透 再生气郁闷在心里边 天下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 那个容易要人命 吕布跟他不一样 吕布是心宽 他其实是缺心眼 缺心眼的人生闷气就更坏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因为什么生气 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我为什么不开心 跟自个儿较劲 这样生气呢 来了报喜的来了 跟您说一声 恭喜将军 贺喜将军 喜从何来 恭喜您喜提新马一提 我没明白 怎么还喜提新马一提 我有那个救了 给您换一批 我那个救到哪去了 跑了 不能 把侯承叫来 你们得问侯承的伤是如何 能来吗 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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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伤早好了 他不管能来 他还能跑 他不光能跑 还能跑出去 他不光跑出去 还能跑出去 不回来 这怎么 你说的什么烂七八糟的 吞吞吐吐的 说实话 好 那得了 您要问谜底 我就告诉您吧 侯承把您的马兜着跑了 真急了 站起来 什么 您别太兴奋 侯承可能让您打糊涂了 打傻了 打傻了之后 然后骑着您的马 跑出城去了 什么话 这是啊 你瞎说 不是我瞎说 是真的 哎呦 完了 吕布亲自跑了 养马在这看去了 果然 除了自己这批 都在 大伙看着他 这怎么办 没人敢招着他 他自个儿一咬牙回来 做的屋里气得都不行了 侯承我对他不错 我本来要杀他 我都没杀他 打了五十倍花 这是救命之恩 你看他这么想 我本来要杀你 结果没死了 我打了你五十 这就是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你怎么就不感恩戴德 所以冲他这个智力 他最后死也是应该的 他没活明白 他这个人 这可怎么办 这时候 外尔伯克就说了 冰冰们进来了 将军您得抓紧了 因为这个曹营又开始攻城了 好 来呀 太过我的方天化喜 备好了 随便一匹马 说惯了呀 吃图马 随便来一匹吧 咱们城头 关堤料阵 踢着马 上了这个马之后 怎么都难受 怎么都别扭 你说这个您自行车丢了 给你换一辆 你是不是别扭 对不对 你骑惯了原来那辆叮光烂响的了 给你换一心的 他难受 凭什么难受 简断接说 骑着马 上了下脾城头 来到城上边翻身下马 有人接过去 把脊放在边上 扶着这个夺口 往下观桥 吕布这心里边啊 就觉得呀 可难受 把抓柔长一般 叫外的冰死冰山 降似降海 哎呦 你就瞧人家 都望不见边 心说这帮人要进了城啊 我们就活不了啊 我们这是出去之后 给人家垫马蹄子都不够啊 哎呀 生死在此 一战 陈公也来了 陈公在旁边看着 看看他 看看城下 陈公台一句都不说 怎么呢 没有什么刻说的了 自从我认识你 我给你出那个主意 我自认为哪条都好 你要听我的 你有一万个选择 你也不至于最后落的这个结果 看着他那样啊 陈公台也挺难受的 面如死灰 呐 吕布的状态 人呐 有的时候你看精神面貌 就能看得出来 这人最近可能是不好 从脸色 气色 表情 眼神 你看那样 你就得知道 哎呦 这种发财了 红光满面 精神状态都好 它不一样 由内而外的 一瞧这个就够瞧的 为什么老先生那会说 说没事啊 多剃剃头刮过脸 干个歇歇的 这个剃剃头刮过脸 有点倒霉也不显 说就这个 精神状态在这了 人就是一倒霉 就没有心思在捣吃了 就那样吧 人整个随活下来了 接着看吕布就是 面如死灰 一点精神都没有 陈公欣说完了 早一天晚一天 当天也就过去了 从转过天清晨以来 曹操吩咐一声 来呀 功成 好家伙 人家这功成不是打你一个城门 你是当家那个馅 人家是包子皮 四下里打 你也不能出去 现如今就是高顺张辽 两员大将 你还有这个宋县卫序 人家跟你不是一心的 那俩人憋着随时开门 和阴光临的 不一样 吕布打开门 还出去了 跟曹将还大战了一气 打了有大半天的光景 自己觉得不行 喘不上气 伯马又回来了 这赶紧一通射箭 掩护他进来收吊桥 关门 就直接的上这城楼上边来了 把这方天话己扔到这 这有一凳子 吕布往这一坐 这人就傻了 为什么呢 宾死赶 这个心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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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不下来了 关键还有一点 头天晚上几乎就没怎么睡觉 是躺下了 睡不着 就这个比坐一宿还难受 翻过来 叫过去 可能迷迷糊糊 十分钟又醒了 醒了又别扭 又坐下来 坐又躺下 就这一宿觉还不如出去干点什么去了 这一宿没得休息 早上起来又打了一上午 清晨出去了 这一上午打完回来 吃不下饭去 这么大体力消耗 你再不吃饭就更坏了 坐在这歇会吧 坐在这就瞧着城外边 看心里也堵得哼 心里说完了 这可怎么办 就把眼闭上 闭上眼说 养养神吧 这会儿的功夫 睡着了 因为过度疲劳 太累了 这会儿竟然睡着了 他坐在椅子这 就守在这 就这么着 迷迷糊糊的 睡着了 两旁边有兵丁 这站着 别吵着睡 好家伙这呼噜起来了 怎么呢 坐着睡 他不得劲 他窝得横 就这呼噜 大呼噜 一会儿的功夫 又打这两边上了俩人 一叫宋献 一叫魏蜘 上来了 看看他 这回头 看看这些兵丁们 下去 这很正常 将军来了吗 睡觉你别吵 下去 走 都走了 啊 就剩他俩人在这 整个的城楼上边 正当中 有个椅子 吕布坐在这 打呼噜 这俩人在这两边 看看周围没事 宋献一伸手 又打怀里边掏出一捆绳子来 他这绳子不是普通的麻绳 露筋的绳子 为什么要这个呢 结实 捆上之后 一较劲往肉里边刹 你弄别的容易蹭开 你比如说你拿麻绳子要捆人的话 你弄个碗茬 弄个什么蹭来蹭去 找一墙角还能蹭开 这露筋也蹭不开 而且上上水之后就紧上发紧 这么玩 露筋的绳子 俩人转到吕布后头去 把这头递给这边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拿这绳子 往前动 按说 俩人绑一个人根本就不叫事 但是这是吕布 第一是能力真大 他这会醒了 这俩人就完了 第二他也说 紧张 你终归这是偷偷摸摸的干坏事 怕人发现 要拿这绳子往前兜 突然间送线 一蹭就把这绳头蹭回来了 未絮都抓到手里边 学习怎么变卦了 不是 这时候拿这绳子 这不甩碎头来了吗 送线蹲下 顺着凳子底下 把这头扔过去 老魏就明白了 在这边接 要干嘛 要把吕布连人在凳子绑在一块 这主意挺好 弄过去 这绳子在底下了 你看不我看你 来 来 走 往上一冲 就没等吕布明白过来 连着几下 就把人绑在凳子上 吕布这会醒了 要明白没明白 这一抬腿 就被吕布踢在那 这不坐在椅子上吗 这人就这么摘位下去了 人摘位下去倒不了 因为后边有凳子 这绳子再回来 连人在凳子后边又绑了几圈 这算踏实了 把完整只挣 挣不动 这两个贼子 没有用了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哎呀 两人擦擦汗 吓死我了 从怀里掏出一面白旗来 拿杆调好了 回头看看旅渤 站在城上 戳戳戳 就这么一晃 底下等着了 侯承也在底 白旗晃了 白旗晃了 赶紧跟丞相说得手了 得手了 赶紧 曹子很开心 太好了 跟他们说一声 合一为平 对呀 你说你们得手了 合一为平 这底就喊合一为平 打什么日 放天化戟扔下来了 合一为平 这个就是平正 哎呀 丞相 这是吕布的方天化戟 这是吕布的 吕布的 他们得手了 曹子高兴 哈哈哈哈 太好了 丞相 丞相 好疼 好疼 为什么 扎我脚上了 吕布的 吕布的 吕布 建故事高兴 下了也大脚上了 这个都不重要 吕布他们开城 开城吧 老魏老宋吩咐一声打开城门 曹军就进去了 第一件事要求 先退水 不退水 咱便进不去 城门打开之后 四本城门打开了 紧跟着先退水 那就快了 水退完之后 消息来了 陈宫被捕 在哪呢 在南门那 要走没走了 让大将徐黄给抓住了 还有高顺 张辽 在西门被抓住了 他们在西门抓的时候 是因为西门最后开 他俩跑到那 那有水 俩没走了 所以曹冰来了 给他们抓住 紧跟着有人 又到城楼上了去 接收吕布 接吕布的时候 就把人捆好了 把凳子里撤下来 不能再连人带凳子去见人家 这么些人捆他 就不掉事了 都绑好了 曹操很开心 此战告捷 来呀 旁边有人在这 伺候着呢 来 宣德公何在 宣德公 刘备 刘备赶紧过来了 来来来 你我一同登城 登城是哪 就是咱们老书有一白门楼 就是指的夏匹城西城门这 他因为他建筑物整个是一白色的城楼 所以都管了叫白门楼 咱们京剧有这处就叫白门楼 宣德公请 哎呀 请 后边跟着 大伙屡屡屡屡都上来了 来到城门上头 到城楼这 有人给曹操摆好了 正当中一坐 这些个文武大臣谋士两旁边围着 这给刘备一个坐 这是很大的尊重 刘备就坐在曹操旁边这 底下有人先把吕布推上来 走走走走走走 吕布一边走一边就正位 哎呀 原文上说他跟大伙聊就捆着这个 这个 复太极 起缓缓 这不是口语话 这肯定是作者的话 就翻译出来就是吕布说绑我绑的太狠了 你们给我松一点 复太极 捆我捆的是保重 起缓一缓求你们了 稍微给我松开点是这个意思 往上来 曹操说了 复虎焉得不羁 绑老虎能松了吗 对不对 一说这话 吕布也没话了 把吕布押上来 搁在旁边这 游打底下 有人就先把高顺押上来 高顺是吕布手下的大将 往这一站 利而不跪 曹操看看他 叫什么名字 高顺没话 不说话 旁边人说了 他叫高顺 哦 是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讲吗 高顺是个英雄 一语不发 曹操点点头 好汉子 推下去 咱 你也不说话 你这个态度就是打算跟我作对 我留你干嘛 咱 高顺微微一笑 转身就走 这个不容易 走上干嘛 下楼 这不上了城楼了吗 一说咱得下去 城楼底下上那杀去 人家没含糊 转身就走 往楼下去 曹操点点头 按条大事 心说这是个英雄 不容易 这下去了 牛打底下 登登登登登登登 徐晃上来了 呃 陈公拿到 好 好 好 快快快 快请来 你看这个词 快请来 曹操爱惜贤 谁夺的能的心有数 快请来 一会的功夫又打底下 陈公上来 陈公现在心如止水 什么都不用想 踏踏实实的 跟曹操站一对脸 没有表情 就看着曹操 因为这个心情太复杂了 看着曹操 曹操站起来了 你曹操这个状态 两军对脸 我现在是获胜家 我是应该高高在上的 审认你们怎样 但是曹操没有 站起来了 满面的寒春 公台兄 别来 无恙风 好朋友之间才这么问呢 哥们我可看见你了 你挺好的 这叫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风 满面春风 陈公台看了看他 哼 哼了一声 就这一个哼 极大的侮辱啊 这么些人看着呢 这是什么身份的人 曹操不恼 哈哈哈 哎呀 公台兄 公台兄啊 我盼你一如汉苗 盼春雨 来来来 我有话对你 演讲 好 双头站起来了 公台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 微博综艺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说至此 刘备才能叫刘皇叔